日本首相菅義偉星期二早上宣布 經過多年的激變和爭論之後 政府已經通過一項計劃 將10年前東北大地震和海嘯之後 發生合輻射洩漏災難的福島核電廠裏的處理水 氣息後排放入大海 按照日本政府的計劃 最低限度要等到兩年後才落實和推行這項計劃 但現在已經激起當地的漁民團體反對 而此舉亦引起附近中國和南韓的關注和憂慮 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 將會排放入大海的處理水超過100萬噸 恐怕會對海洋生態造成重大影響 而這樣做亦勢必會對福島的捕魚葉帶來重大打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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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